這名叫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之國 在中國奪取的權力 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方針 使用的是多爭馬列殺勁百家 為馬克思主義這個外國傳進來的宗教思想 政治宗教思想 我們多少中華民族的耳骨被他們傷 被他們派派致死 這是事實吧 反正有點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毛澤東批判 所以他們到今天為止 他要堅持以馬列威他們建國的思想理論基礎 可見他們到今天為止還不想做真正的中華兒女 還要繼續做馬列子孫 第二 習近平先生講了中國夢的可笑之處在哪裡 中國夢他有個前提 那就是我們不能用毛澤東的前三十年來 否定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 我們也不能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來否定毛澤東的虛心統治的那三十年 用他的話來說 兩個三十年是一致的 兩個三十年是共同的 是傳承的 很多人都認為他這個話說的不好 更多的人認為他這個話說的不對 其實大家誤解了 他說得看